中国东北的环保部门正在监测松花江的化学指标 此前洪水将3000多桶有毒的化学品冲入了这条河流 根据报道在洪水冲过一座化学品工厂后 这些装有化学品的容器 星期三在吉林省东北部的松花江上漂浮 还有4000个空容器被冲出了工厂 有关官员一度中断了吉林市的供水 使这个城市400万市民依靠着瓶中水度过了一天